海贼王,黑胡子贪图的四大果实,痴迷程度,不输振振果实。 海贼王连载这么久以来,恶魔果实哪家墙依旧是漫迷们热议的话题,其实这也是动漫中的角色所热衷探索的,特别是果实收集狂魔,黑胡子。 他为了得到心仪的能力,甚至不惜折服数十载,大家还记得他为了获得老爹的真正果实,不惜只身入局,设计海军与老爹团,痴迷程度难以言喻,你以为他的脚步到此为止了吗? 其实不然,还有四大果实在其猎取榜上横着呢,让我们一起见识一下吧。 出身乱世的黑胡子,显然知道力量对于这个蝶血世界的重要性,而恶魔果实的存在满足了不少江胡克的野望,其中当然也包括他,他为了获得力量。 甚至不惜抛弃最基本的道义,通过频频小动作他目前已获得了暗暗果实与阵阵果实,不过最新的剧情显示,其一货依旧在寻找恶魔果实。 烧烧果实。 和艾斯进行过直接对决的他显然知道这一果实的大勇,其身死顶上战争后,过时在民歌手上再次出现,引发了多方势力争夺,其团内的巴基斯当然也在队伍中,能力被萨伯继承后,其一直心有不甘,萨伯在圣地失利之后,他们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。 与于果实。 只说其名,你或许有些陌生,其实它就是巨兽凯多的现有物,虽说其对于最强生物凯多略现鸡类,不过对于一般骇贼。 神龙化依旧可以给对手造成强大伤害,本来四皇就是相互争夺的存在,攻破对方,并获取其能力相信是突破单一能力果实限制的他所热衷的。 混混果实 作为四皇,大妈的装属物自然也逃不开她的眼望,即可以控制他人性命,还能转移灵魂,制造通人性的物品乃至武器,是威慑不服之人的不二法宝,而且经过开发,其作战潜力投入。 同样不可限量,大妈的战斗相信让无数妈咪都印象深刻吧。 受数果实 人最大的野望无非就是与天地同瘦了,而这个果实恰好可以实现,具有无上野心的黑胡子怎么可能会放过它呢? 而且将其用于威胁他人或者作战同样是件利器,同样野心勃勃的明哥不就为我们上演了一遍,如有机会,相信罗也将遭到黑胡子一伙的狩猎。 你希望得到哪种果实呢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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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